STEM指的是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還有Bestimetics 中興大學和美國來勢大學合作的 March STEM Program 源自於美國來勢大學 Professor Junichiro 郭隆 和也淳一郎教授 會以理工專長優秀的日本大學部 讀學生所設計的理系課程 會本由三位來自電機系 護理系的學生一起參與這個科目 先做三個禮拜的線上課程的培訓 然後跟五個禮拜 他們到不同的教授的實驗室 去做這個短期研修 然後最後有一個成果的發表 在Rise University 合作Rise University 這個日本教授 後來聽說他從日本每一年15個學生來 他安排了兩個大學去做一些訓練 要培養這些品牌子 後來他是希望找五個學生來他的實驗室 配合另外十個日本學生來他們 Rise 護理系的實驗室做短期的訓練 所以跟Dr. Kono老師面談的時候 我們比較像是以他想認識我們的心態 然後我們也想要更加了解這個計畫這樣子 主要是讓我們跟日本那邊的交換生去做交流 然後先認識一下彼此 向Dr. Kono詢問 是什麼樣的契機會讓他想要舉辦一個專為女性開設的理科研究計畫 根據以往的經驗 他們發現女性參加者是大於男性參加者的 女性在理科研究這樣的熱忱讓他十分驚喜 因此促成這樣的計畫 在這個計畫之前 其實我大學四年來都一直因應約約約約 我想要去過練習這個想法 但都覺得離我還很遠 然後不太敢去真的想要去實踐他 但是今後這次計畫之後 我發現其實出國求學沒有想像多少困難 這個計畫其實提供我 在升級學校上有非常大的遊戲 假如說我今天想要升級Rise這間學校 我比其他競爭者來說 我們是Rise校方更想要的人才 因為都是他們一直他們覺得還不錯的人 中興大學的參與呢是2020年 由國科會駐休斯頓科技組前後期的組長 以君浩教授以及劉慧峰教授來牽線 中興大學結束校由王敦正博士的代理戰術來促成 它有另外一個學校叫做尼海Universum 也是一個私立學校 有一部分學生到那邊去詳細情情 我們不知道 本來就是都給日本學生 後來他們覺得也要一些台灣學生 因為日本也很少很少有這個不明的學生 不過來全部五個台灣主持一半 另外一半我這邊是誰 我就找幾個朋友 大家每一個人出一點錢 因為每一個學生大概要一萬塊美金 這個Rise University 他的這個Dr.Como 跟台灣在台灣學生 有深厚的這個研究合作關係 那再加上有這個當地的乔領 那王敦正的董事長 邁寅列董事長 還有蕭樹群董事長 跟美文鋼董事長的一個大力的支柱 那我們就起了這個心念 希望把這個合作的面向 延伸到美國跟台灣的這個女性大學生的 這個科學家的人才培育 March Program 呢 現在已經是中興大學治理女性SDM教育 重要的一項